狗狗生病怎么办 狗狗生病能得的种类真是五花八门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家里面会发现一些常见的 比如像是肠道问题啊 呼吸道问题啊 肌表损伤啊 耳鼻喉这些伤伤 那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碰到了 我们家小狗狗最近精神不太好 那食欲稍微有点差 或者在此期间呢 我发现了他有呕吐 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 但是次数并不多 碰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首先可以做到的是24小时进食 如果24小时进食的过程 通过排空整个胃肠道 就可以大大缓解他这样的症状 那我们24小时以后 进行少时多餐的去思维 症状慢慢解除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24小时以后 我们会发现 该吐还是要吐的 该腹泻还是要腹泻的 状态还是不好的 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送到医院 不要耽误病情 因为有的时候生病时间久了之后 造成的比如像脱水之类的 会大大加快和加肾病情的一个严重性 所以合理的去区分 这是一个短时间能恢复的 还是一个短时间恢复不了的 对于疾病的一个诊治 至关重要 小贴士 狗狗生病种类是五花八门 最常见的是肠道 呼吸道 耳鼻喉症疾病 如果发现狗狗精神不好 食欲较差 还有呕吐或者腹泻 先24个小时进食 之后按照少量多餐的方式去喂养 如果超过24小时以后 依然还是呕吐腹泻 一定要送到医院 不要耽搁病情